2022年8月中旬时 美国太空新闻撰写了一篇 中国一艘飞行器的新闻 当时我非常惊讶 因为这篇文章介绍了 美国太空军第18防御部队 对我国飞行器跟踪的数据 可以说描写得非常详细 它不仅明确指出 中国这艘飞行器是可重复的航天飞机 而且公布了很多细节 比如它在某天发射 在多高的轨道上运行 运行了多长时间 甚至连它旁边有两颗检查卫星半飞 都描述得非常清楚 甚至还贴心的给这枚飞行器带上了编号 5357 这还没完 为了增加可信度 这篇文章还配上了中国发射场所的地图 将我们发射场的结构清楚的展示了出来 要知道 8月中旬时 中国的确发射了一枚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 但是我们透露的信息非常少 只有新华社的媒体简短的一句话 说 九泉中心发射了一枚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 因为信息很少 除了资深的航天迷外 普通人很难知道这到底是啥 只是调侃的说 字数越少 事情越大 也就是说 我们航天官方采取了一定的保密措施 但是老美的第18太空防御部队 取得的情报却非常多 甚至我在其他太空新闻中 也会经常看到 它对我们航天器进行长期的跟踪报道 后来我简单的了解一下 才发现是我见识太少了 老美监视世界各国 已经是全方面系统化的监视了 那么 他们是如何实现对我们航天跟踪的 对我们又有什么影响呢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说说这件事情 对了视频之作不易 喜欢的话顶个赞和关注吧 首先要说明一下 老美太空新闻中的照片 并不是老美卫星拍的 而是欧洲少兵2号卫星拍的 少兵2号是欧洲哥白尼计划的 卫星星座的一种 哥白尼计划又叫 全球环境与安全监测计划 它是欧洲太空总署 在2003年启动的一项卫星监测计划 它可以通过卫星实施监测和收集地面数据 不仅可以用于民间服务 还可以用于军事服务 重要性堪比加律略计划导航卫星 其中 少兵2号就搭载了高分辨率的光学仪器 所以它可以在空中拍出比较清晰的照片 老美的太空新闻网站 就采用了他们拍的照片 但这并不代表老美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就拿此次老美第18太空防御部队来说 这支太空监视部队 隶属于美国太空司令部 主要负责太空监视网络的光学部分 他们手上不仅有可移动的光学监视系统 还有建在毛衣岛上的太空监视综合体 并且在全球其他地区 还有另外四个站点 可以对地球外部的人造航天器 进行全天候无死角的监控 除此之外 老美的商业航天也有这样的功能 今年5月份 MAX Air公司就曾对我国的003航母船屋 进行长时间的跟踪拍摄 什么时候出屋 什么时候清空船屋 什么时候拆除了床屋座位装置 都派的是一清二楚 国外媒体就根据MAX Air公司提供的商业卫星照片 推测我们的003航母即将下水的消息 而在8月6号时 美国的在线媒体The Drive也公布过类似的照片 他们根据商业卫星拍摄的照片 指出了罗布泊地区的一个机场 很有可能就是空天飞机降落的机场 看到这边 你是不是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实际上 现代的卫星和光学仪器都非常的发达 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的系统 但是老美的监视系统却非常的完善和先进 既有自己本身的监视系统 也有其他国家和商业公司提供的资源 这也是因为老美的监视系统已经发展了70多年 它包括了网络 地基 海基 天机 空机 预警和监视等系统 然后他们还互相配合 甚至国家和国家 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协调 有些甚至处于保密阶段 如果不是非常专业的人士 很难搞懂他们到底花了多少精力 来搭建监控网络 今天主要就是介绍一下老美是如何实现对卫星的监视 那么他们是如何实现实时监视我们卫星的呢 这里要说明一下 实际上各国航天器的发射几乎都是公开的 因为每一个航天器都有两个自己的身份证 一个是国际卫星识别符号 另一个是卫星目录许号 其中 国际卫星识别号是用来命名和标识人造卫星 1958年时 由于人造卫星的发展 国际社会担心卫星发射多了就会造成太空污染 影响科学家对太空的探索 并且还会造成卫星碰撞等原因 所以就成立了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 当然这是表面原因 实际真实的原因 大家可以自己思考 总之 国际空研委成立后 就颁布了一系列规定来约束各国卫星 其中一个就是建立国际卫星识别符号 意思就是 发射的每一颗人造卫星都需要进行报备 然后国际空研委就会给它一个COSPA ID 各国只要通过这个编号就可以查到该航天器的各种信息 如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一种国际惯例 当然 目前编号的工作是由老美NASA管辖的国家太空科学数据中心管理的 也就是说 我国发射的航天器虽然进行保密 但是一些轨道等基础信息 还是会被记录在身份证号里 比如它的COSPA ID为2022093A 前面四位数是发射的年份 后三位数是当年发射的顺序 字母是脱离发射器的顺序 除此之外 还有长尔5号的COSPA ID2020-087A 天鹅核心舱的COSPA ID2021-035A 实际上除了国际卫星识别符号外 卫星目录序号也是老美在管理的 它的全身是北美防空司令部目录序号 而且两者建立的年份和识别内容都很相似 区别在于一个是由国际性组织创立的 授权给NASA管理 一个是由老美的太空司令部管理的 比如长尔5号的卫星目录序号是NORET47097 天鹅核心舱的是48274 孟天实验舱的是53239 而这一次我们航天飞机在老美那儿的编号就是53357 那么老美为何要建立两套相似的数据库呢 答案就是这里面藏着他们监控各个卫星的秘密 这还要从他们为何建立卫星目录序号说起 上世纪50年代末 美苏正处于太空争霸初期 苏联首先发射了人造卫星一号 老美担心苏联将他们用作军事用途 所以就希望建立一个可以长期观察和监测卫星的跟踪系统 当时的老美其实已经拥有了一个卫星跟踪网络 迷你轨道 不过这个跟踪网络的性能差 监控卫星的范围比较小 只能监控在国际卫星识别符号上的卫星 如果没有按照这个轨道走的卫星 跟踪就会出现断断续续 但是苏联为了不让老美监视 更多的时候是选择不遵守国际惯例 所以老美被逼无奈 只能升级跟踪系统 1957年 两位德籍美国天文学家林威寿命 创立了太空轨道计划 此后四年时间 他们不断扩建团队 研究卫星军事监视的技术和设备 来监视以苏联为首的卫星群 高新能的雷达 光学望远镜 无线电和摄像机等传感器相继诞生 比如著名的北肯人 卫星追踪摄像机 水米亚雷达 太空监视望远镜等等 而他们的团队也越来越被重视 先后成立了496L 电子知识系统项目办公室 和国家太空监视控制中心 可以监视的导弹 人造卫星和碎片等越来越多 1961年 太空轨道监控系统逐渐成熟 美国空军决定将它投入使用 卫星数据多了 就造成了很大的监视难度 所以他们对每个追踪 监视的人造航天器 都赋予了一个特殊的编号 这个编号就是 北美防空司令部目录许号 一个比国际卫星识别符号信息更加齐全的代号 至今编号已经超过了5万个以上 这些庞大的目录号 就是老美监控网络的核心 围绕着这个目录 他们建立了地基 天基 海基 空基 乃至通讯网络的系统 对其他国家进行监视 而且技术一代比一代先进 1982年 老美空军又成立了空军太空司令部 将太空的战略地位提高到和海陆空一样 2019年时 董王又将它独立出来 单独组建了美国太空军 至今为止 他们在太空这一块已经是系统性的监视了 先介绍下太空监控项目 它在全球有30多个地面雷达 以及15颗轨道卫星组成 后来老美太空部队又提出新的规划 将它扩展到135颗低轨道地球卫星 和16颗中轨道地球卫星 这些系统里又划分了很多子系统 以地面为主的太空围栏 地面电光升空监视 以太空为主的地球感知计划 天机预警系统等等 先说下地面的 它主要是从地面观察卫星和航天器的 其中太空围栏是以雷达系统为主 可以跟踪比较小型的物体 像卫星和航天器碎片都是可以的 每天可以进行百万次监测 是老美太空监视网络的 主要信息收集系统之一 而空间望远镜不只是单个望远镜 还是一个望远镜系统 作为单个望远镜的时候 它的速度和灵敏度都很高 可以在深空中探测 识别和跟踪物体 当它作为一个系统时 它可以根据捕捉到的信息 精准地推断物体的运动轨迹 地基关电升空监视 也是一种空间望远镜 但是它加入了摄像机 可以看到比人眼所能观测到的 暗一万倍的物体 以上几种还是空间监视里的地基部分 而天基的部分则更多 比如中段太空实验室 1986年 老美国防部发射了一颗 太空中轨道地球卫星 它携带了红外望远镜和光谱仪 可以收集光谱信息 用来识别和跟踪 飞行途中的弹道导弹 2010年时 这枚实验卫星的任务完成 由老美的探路者卫星取代 这个探路者卫星 正是它们太空监视中的天基部门 天基太空监测 不单单只有探路者卫星 还有很多很多的卫星 它们共同组成一项叫 地球同步空间态势感知计划 这些卫星 大部分位于较高的地球静止轨道 有任务需要时 可以对其他卫星展开监视 干扰甚至捕捉等太空破坏活动 而且是那种可以频繁变轨 然后靠近别的卫星 实行近距离观察 本来他们还想隐瞒 但是事情做多了 总会露出马脚 2014年时 老美的太空司令部负责人 约翰海滩被迫承认 美军可以监视轨道上 发生的一切事情 我国的卫星就有过类似的遭遇 2021年10月时 老美的一颗秘密卫星 美国271 偷偷靠近中国的 实践20号卫星 实践20号卫星 大家可能没啥印象 但是它是中国所有卫星里面 重量和技术 都能排在前三的位置 这样大家就可以明白 为何老美要监视我们的卫星了 当时美国271 靠近实践20号卫星后 就一直在平行伴飞 后来我们及时发现 迅速地将卫星移走 2021年12月时 老美故技重施 美国270卫星 再次靠近实践12号两颗卫星 被中国的卫星反向机动躲避 后来老美太空专家直接曝光 说他们在90年代开始 就一直在监视地球静止轨道 在上面布置了非常多的战略卫星 有通信 电子侦察 导弹预警等等 有些没曝光的 我们根本不知道 比如美国国防支援计划卫星 它有5颗静止轨道卫星组成 只要3颗就可以侦察 全球的导弹发射情况 一般最晚也可以提前半个小时知道 而国防支援计划 只是老美天机预警系统中的 一部分而已 除了它之外 还有天机红外系统 空间跟踪与监视系统等等 它们共同形成一个 由高低轨结合的卫星星座 具有预警 跟踪和识别等功能 可以说是全球最先进的监视系统 但是这还没完 我们上面说了 它们的先进和隐蔽不是体现在单独上 而是一整个生态 可以国与国合作 也可以与商业公司合作 国家与国家就不说了 比如五眼联盟 以及和商业航天乃至科技公司 达到监视全球的目的 老美与科技公司的合作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 比如通信网络监视 就可以利用电缆 路由器等通信设备 对重点单位进行监视 网络方面的案例比较多 其中比较出名的就是人进门 2013年斯诺登曾爆料 老美国家安全局从2007年开始 通过斯科路由器 以及其他科技巨头 监控世界各国的网络和电脑 后来华为崛起 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供应商 打破了由西方主导的 电信网络基础设施行业的格局 当然类似的网络监控还有很多 比如德国监听门 雅虎后门 绝密电子监听计划 水门事件 丹麦电缆事件等等 都是由老美一手策划的监听事件 而在卫星发射的网络监听上也有 有了这个他们就有了预见性 可以了解很多机密 包括一些航天项目 而老美与商业航天的合作就非常多了 2000年之后 老美NASA的工作重点 聚焦在科学研究和深空探索的领域 因此他们先后颁布了 国家航天运输法案 和美国国家航天法案两部法律 将一些项目进行外包 2005年 NASA正式成立了商业船员与货物项目办公室 以公开招标的形式 向商业航天企业发布任务 并采购相关服务 一大批商业航天公司都是在这些年里诞生的 但是这些所谓的民间商业公司的背后 其实都有老美NASA的影子 比如马斯克的SpaceX 贝索斯的蓝色起源等等 他们在获得NASA的大额合同后 也承担了老美的一些情报工作 比如今年6月份 美国国家侦察办公室就宣布 他们与黑色天空 麦克萨 行星实验室 三家商业航天公司 达成了一份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合同 老美军队的情报机构 将从这些商业公司手里 购买他们的卫星拍摄数据 麦克萨公司就是我们上面说过 曾经对我国的003航母船坞 进行长期的跟踪拍摄 从而推断我国航母下水的时间 在更早之前 比如去年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专家 就用行星实验室公司的商业卫星图像 将我国甘肃郁门的风电厂 炒作成大规模的核电发射机 并在纽约时报撰文 指责我国大规模扩张核物装备 此次外国网友推测 我们绝密航天器降落地点 同样是依靠行星实验室公司 提供的卫星图像 Planet向他们提供了 我们罗布泊地区的军用机场 前后两次发射任务时的对比图片 这些商业航天公司 一直把镜头对准了我们的军事设施 重要的科研单位 而美国情报机构通过所谓的商业合作 又能光明正大的从这些公司获得数据 这其实是美国打仗民用商业的名头 实施军方民间相互配合的 全方位系统性检测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 美国的监视手段已经是无孔不住了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反制手段吗 其实既然已经知道了美国监视帝国的本质 我们自然也做了很多应对 首先就是扶持国内的通信互联网公司 将最重要的数据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一些重要的地方 坚决使用华为中心的国产网络设备 对于国外的科技公司 我们也要求他们将宝贵的数据保留在中国 而对于太空中盯着我们的眼睛 我们也见招拆招 部分先进设备 我们通过提高机动性来规避卫星的窥视 比如这次发射的空天飞机 就具有大气层内的机动能力 能够自主选择降落地点 让卫星监视的难度极大的提升 再如东风系列导弹 我们把导弹搬上了移动式的发射车 大大提高了导弹的机动性 加大了卫星捕捉信息的难度 对于那些体积庞大无法移动的设备 则采取遮盖隐蔽等手段 隔绝窥视 003航母下水时 船上还搭着几个大棚 目的就是对船上的先进设备进行掩盖 当然 这些都是被动防御性质的手段 我们也有主动出击的方法 今年1月份 一家美国的商业航天公司 在监视太空中的航天器时 发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中国的实践21号卫星 将地球同步轨道上 一颗已经报废了的北斗卫星 拖到了更远的粉墓轨道上 当了一回太空进洁工 并且实践21号卫星 在任务完成后 还自发地回到了原本的轨道上 可以重复进行的 这就意味着 如果其他国家对我们卫星图谋不轨 我们也可以实行及时反击 当然俗话说 只有千日做贼 没有千日防贼 即便有了这么多的反制手段 我们也不能对美国的监视掉以轻心 对抗监视帝国 注定是一件漫长的事情 好了 本期视频内容太多 就单个闲聊吧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和小红星 拜谢拜谢 我们下期见